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冰与火之战冷战历史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隐秘的战线铁幕下的地下出版物 二星际争霸太空竞赛的辉煌与挑战 三冷战的细菌战生武器的秘密研发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隐秘的战线铁幕下的地下出版物 各位同学,历史爱好者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在历史课本中可能只是匆匆一撇的话题 但它却像是冷战时期铁幕背后的一场悄无声息的文化游击战 那就是地下出版物 或者用那个时代的地下术语来说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Sumist.自我出版和Themist.那里出版 首先,让我们穿越时空回到了铁幕的东侧 想象一下,你生活在一个被严格审查的社会里 新闻,书籍,音乐,艺术,所有的一切都必须通过政府的放大镜 在这样的环境下,言论自由不过是一种奢望 而任何形式的意义都可能导致 你被送去享受一段不是在海滩上的长假 我指的是古拉格 但是,就像生命总能在裂缝中顽强地生长 思想和信息也总能找到它们的出路 这就是地下出版物的魅力所在 这些由勇敢的个人或团体秘密制作和分发的非官方出版物 成为了铁幕下的一道光芒 它们传递着被禁止的文学作品 政治论文、宗教文本 甚至是摇滚音乐的歌词 Sumist.这个词来源于俄语 意味自我出版 它是一种地下出版的形式 通常是手抄或打字机复制的 然后偷偷地从一个读者传到另一个读者 想象一下 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偷偷地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或者米洛什的诗歌打印出来 然后小心翼翼地传递给你信任的朋友 这不仅是一种阅读体验 更是一种冒险 而Themest.则是指那些在铁幕外出版的书籍 这些书通常是由西方的出版商出版 然后偷偷地被带回东方 这些书籍就像是文化的特工 他们穿越边境带来了新鲜的思想和视野 这场文化游击战不仅仅是关于书籍的战斗 它是思想的战斗 是自由的战斗 地下出版物的制作者和传播者们 他们就像是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 他们用打字机作为武器 用墨水作为子弹 与审查制度进行着一场隐秘的战斗 当然 这场战斗并不总是那么浪漫 打字机可能会被没收 墨水可能会干涸 而那些被抓到的勇士们 可能会面临严厉的惩罚 但即便如此 他们的努力并没有白费 因为正是这些地下出版物 帮助点燃了渴望自由和改变的火花 所以 下次当你在图书馆里自由的翻阅书籍时 不妨想一想 那些在铁幕背后 用他们的勇气和智慧 为我们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的人们 他们的故事 不仅仅是历史 他们是对人类不拘不挠 追求自由精神的最好证明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星际争霸 太空竞赛的辉煌与挑战 各位同学 未来的星际探险家们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古老 而又充满活力的话题 星际争霸 也就是人类历史上 那段激动人心的太空竞赛时期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的时光机即将启动 带你穿越回二十世纪 那个火箭和卫星比比皆是的年代 首先 我们得回到冷战时期 当时的美苏两大超级大国 就像两个顶级的健身房会员 互相比拼谁的肌肉更强壮 只不过 他们的器械是火箭和卫星 苏联率先把铁哥们斯普特尼克 送上了太空 这可不是普通的壮举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人造卫星 美国人看到后 心里那个急呀 就像是发现邻居家的狗会跳芭蕾一样震惊 然后 美国加大了力度 他们不仅要把卫星送上天 还要把人送上去 于是 阿波罗计划就这样诞生了 这个计划 就像是一场宇宙版的奥林匹克运动会 最终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 在月球上留下了那著名的一小步 实际上是人类的一大步 这一步 不仅仅是跨越了地面和月球的距离 更是跨越了人类的想象力和勇气 不过 太空竞赛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它就像是一场没有彩排的太空剧 有时候 剧情会突然变得非常紧张 比如 美国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事件 以及苏联的联盟11号飞船事故 都是太空探索史上的悲剧 这些事件提醒我们 太空是一个美丽但危险的地方 就像是那个在夜店里闪闪发光的神秘陌生人 吸引人又让人保持警惕 尽管如此 太空竞赛也带来了无数的科技创新 比如说 你们知道无线电动牙刷的技术 最初是为了宇航员在太空中使用而开发的吗 是的 你每天早晚刷牙的时候 都在享受着太空技术的便利 还有 卫星导航系统 让你不再需要向路边的老奶奶问路 直接一个滴 就能找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总之 太空竞赛不仅仅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较量 它还推动了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 激发了无数科技创新 甚至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虽然现在的太空竞赛 已经不再是美苏两国的专场 变成了多国参与的星际版世界杯 但那个时代的辉煌与挑战 将永远是人类历史上一段令人难忘的记忆 好了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下次我们将讨论如果火星有外卖 它会如何影响星际经济体系 别忘了做好笔记 我们下课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冷战的细菌战生物武器的秘密研发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那个 让人既紧张又好奇的话题 冷战时期的细菌战 这个话题就像是一部好莱坞大片 只不过这里的主角不是帅气的特工 而是一群穿着白大褂的科学家 他们的武器是显微镜下的微生物 首先 我们得明白 冷战时期 美苏两大阵营就像是两个顶级厨师在比赛 谁的秘制菜更加诱人 只不过这次的菜品是各种各样的生物武器 这些菜品虽然看不见摸不着 但是一旦上桌 后果可不是开玩笑的 美国和苏联都秘密研发生物武器 就像是在玩一场危险的猫捉老鼠游戏 他们互相竞赛 看谁能培养出更致命的病毒 更难以检测的细菌 或者更隐蔽的传播方法 这些研究在严格的保密状态下进行 就像是科学版的007任务 只不过这里没有豪华的赌场和美女 有的只是实验室和试管 有趣的是 这些生物武器的研发 有时候听起来就像是科幻小说 比如 有传言说 苏联试图培养出一种能够摧毁作物的真菌 目的是要让对方国家的面包都涨没 从而摧毁经济 想象一下 一个国家的面包都变成了绿色 这简直就是面包界的僵尸末日 而美国呢 据说他们曾经研究过一种名为蝙蝠炸弹的计划 想法是在蝙蝠身上绑上小型炸弹 然后让这些蝙蝠飞入敌人的领空 这听起来就像是蝙蝠侠的恶作剧 但实际上 这个计划最终因为种种原因被放弃了 当然 这些都是冷战时期的秘密历史 现在我们可以 以一种幽默的态度来回顾它们 但是 这段历史也提醒我们 科学在错误的方向上的应用 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幸运的是 随着1972年 生物武器公约的签署 这种研究被国际社会所禁止 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 最后 我们可以说 冷战时期的细菌战研发 就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它的武器藏在显微镜下 而战场则是遍布全球的秘密实验室 这段历史 既是对人类智慧的一种展示 也是对人性阴暗面的一种警示 不过 如果你问我 我还是更喜欢用显微镜来观察细菌 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武器 毕竟 和平时期的科学家 最大的愿望 就是让这些微小的生物 成为人类健康的守护者 而不是战争的工具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聊了一些冷战时期的历史话题 从地下出版物 到太空竞赛 再到细菌战的秘密研发 这些话题或许在历史课本中 只是被轻描淡写地提及过 但它们实际上 都是那个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类智慧与勇气的结晶 地下出版物 是冷战时期铁幕背后的一道光芒 它们传递着被禁止的文学作品 政治论文 宗教文本 甚至是摇滚音乐的歌词 这些由勇敢的个人或团体 制作和传播的非官方出版物 帮助点燃了渴望自由和改变的火花 太空竞赛 则激发了无数科技创新 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尽管现在的太空竞赛 已经不再是美苏两国的专场 但那个时代的辉煌与挑战 将永远是人类历史上一段 令人难忘的记忆 最后 我们聊了冷战时期的细菌战研发 这段历史 既是对人类智慧的一种展示 也是对人性阴暗面的一种警示 幸运的是 随着生物武器公约的签署 这种研究被国际社会所禁止 至少在纸面上是这样 不管是地下出版物 太空竞赛 还是细菌战的研发 它们都是人类智慧与创造力的体现 它们让我们看到了人类的勇气 和对自由的追求 同时也提醒我们 科学的正确应用是多么重要 那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对地下出版物 太空竞赛 或细菌战的历史 有什么疑问或观点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些历史话题 分享我们的思考和见解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 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